有请下一位男嘉宾 你好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然好礼与挚爱分享 本场心动区女嘉宾将获得 由特种兵生炸椰子之提供的 挚爱好礼一份 7号 男嘉宾 我刚刚看你把心动区都选满了 然后观察区就是顺位过去 是想问一下 你是不是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把女生选到观察区这样子吗 我不是不好意思 因为我觉得24位的女嘉宾 形象都非常的不错 那如果我要从形象中 选到我心动的女生 我觉得这没有通过深入的了解 这未免太不公平 深入了解之后 再选出我的心动女生 这样子会比较好 对 谢谢 1号 男嘉宾 我看我们那个心动区 各种类型的女生都有 我想问男嘉宾是喜欢 哪种类型的女生 我喜欢有气质的女生 24位女嘉宾都很有气质 所以我没办法挑 只能这个样子 谢谢 12号 男嘉宾 你把我们选到这边来 一直说不想根据外貌 或者其他去选 你是想做那个 不想属于颜值 想要属于才华的那个人吗 我是想要找一个 能够跟我心对心 能够有碰撞的那一位女生 好 谢谢 看第一条片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肖燕君 来自中国的 爱瑞兰 ,爱瑞兰 爱瑞兰 爱瑞兰 在我们身上 在哥们里面 里面有点儿 尖言 权兰 我们在美万年之外 人们在美万年之外 那個風一吹感覺好像 沒穿衣服的那種感覺 但是在上海呢 有一點我特別特別的適應 就是前陣子開始 實施的那個分類 會有朋友打電話過來問我 我就說喂 陳俊 請問一下那個外賣的盒子 怎麼分類 我索性就給他們叫出來 我就集體培訓了一下 我來上海畢竟已經17年了 在這邊的生活呢 也是特別的習慣 我覺得上海這個地方呢 是會讓人 一直想要努力的往前去衝 我大部分的好兄弟呢 都是上海人 他們有的時候 就半開玩笑的跟我講說 蕭文俊 你就是一個傻野人 男嘉賓 我很多朋友是做廣告業的 然後就是真的非常的忙 而且壓力特別大 你平時都使用什麼方式去減壓呢 平時的話呢 就是在工作不忙的時候 我會去健身房 然後或者是找兄弟 出來喝點小酒 唱個歌 通常大部分的時間 是一個人在家裡面看電影 所以您是比較宅的是嗎 因為沒人約 11號 男嘉賓 剛才呢你提到說 上海的冷呢我是深有感觸的 因為我平時的工作需要四處出差 直到我來到了南方才發現 南方的冬天包括春天 真的這種冷是一種魔法攻擊 你是抵御不了的 而北方的冷是一種物理攻擊 我們屋子裡有暖氣 男嘉賓如果怕冷的話 其實冬天和春天 也可以往北方走動一下 然後也可以和我聯繫一下 我可以帶你轉一下 北方的大好河山 那同時呢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平時拍照的對象 是模特兒呢 還是說是素人多一些 都有 因為平時的話 根據客戶的不同的要求 那我會尋找一些素人 或者是一些模特兒 甚至一些廣告演員 那有些女生就會擔心說 攝影師經常會遇到 很漂亮的女生 然後怎麼來保持這種距離呢 確實是有這樣的女生 出現在我身邊 那就避免 盡量避免掉 對 好 謝謝 好 來 選第一個女生 請男嘉賓在拼多多愛心 助農地圖上為中選區女生 挑選愛心產品 這南方北方這個話題 我很有興趣 待會兒叫她出來我們再聊 看看她選的第一個女生是誰 拼多多尊城勿扰 馬上回來 拼多多尊城勿扰 精彩繼續 看看她選的第一個女生是誰 看看她選的第一個女生是誰 11號 有請男嘉賓 本嘉賓由去約會視頻相新APP提供 Hello 大家好 我叫肖怨君來自上海 今天要請新生 肖怨君 11號說到她是北方人 這話題我覺得不同的地方的人 執行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對 你去問齊齊哈爾的人 他把大連都算南方人 你到廣州去問 全中國都是北方人 來說一說你們在哪些城市 就是完全適應不了的那種 比如說氣候 飲食 還有哪些東西你們適應不了的 10號 我是在廣州上了七年的學 然後我至今都就是受不了 廣州那種濕熱的天氣 我那個時候是第一次知道 蟑螂它會飛 真的很嚇人 然後因為小的時候 馬特選吃辣條 結果會有老鼠 老鼠也愛吃辣條 這種事情我是第一次見的 那裡的蟑螂不僅能飛還能撕 他們油炸一下就能撕 14號 男嘉賓 我覺得如果把我放到東北去 我估計活不下一天 為什麼 東北那邊的飲食我吃不管 就什麼鍋包肉啊 酸菜燉粉條啊 就是那種感覺就是沒有味道 蛤 鍋包肉 都沒味道啊 你說幾個你愛吃的姑娘 我很好奇 因為我是重慶人嘛 我比較喜歡吃火鍋呀 麻辣燙啊 作為一個重慶人 到哪裡都吃不夠 都覺得寡蛋 3號 男嘉賓 剛剛你在後面的時候 我聽你的聲音 我是很喜歡的 然後另外呢 我看你走出來的時候 我眼前一亮 因為你全身都是黑色 他眼前一亮 因為你全身都是黑色的 我越來越難以理解 一些女生說話的 因為我的衣服80% 也都是黑色的 全黑 我希望你多多關注一下 我做到這個南北方的問題 每次要是有朋友問我 你來廣州或者深圳多久了 我都會說 大概就是見到老鼠像貓那麼大 不會驚奇 蜗牛像手掌那麼大 也不會驚奇這麼久了 我想說剛剛關於蟑螂 我發現台灣蟑螂長得比較帥 會飛的通常都是母蟑螂 你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 去觀察和研究蟑螂這件事 因為沒工作的時候比較無聊 有些心事就跟蟑螂說 對 24號 男嘉賓 您的業餘時間 除了研究蟑螂之外 您還喜歡幹什麼事情 就是興趣愛好 我特別喜歡看電影 但我不喜歡一個人看電影 所以就很奇怪就是 剛上映的電影我會等 等到有人約我 或者是我約到別人一起去看 我才會去看 那您是不是就不喜歡獨處呢 這樣子的話 我這個人很矛盾 就是真的在很累的時候 就是剛剛工作完我 我會想要一個人 可能休息個一兩天 可是兩天過後我會覺得 為什麼我都沒有朋友 我有朋友為什麼不找我 其實我朋友很多啊 就開始覺得那種寂寞難耐人 那種感覺 就不想待在家裡 20號 男嘉賓 你看我和16號 哪一個是北方人 那可以讓16號做個自我介紹嗎 不是讓你猜嗎 我介紹了你怎麼猜啊 那聽口音就聽出來 20號是北方 那您如果不聽口音的話 就按身形來看的話 身形的話也是您是北方的 那種氣質豪爽的氣質是改變不了的 你是哪裡人的 我是河南鄭州的 16號是哪裡 成都的 成都在你看來是北方人 是南方人 南方 我們國家的地理位置是這樣的 東南西北 以這樣劃分的 我們劃南北方人 一般來說有以長江為界的 對 也有以黃河為界 或者淮河為界的 但是你看你到了重慶 四川那一帶 從來沒有人把四川重慶人 劃南北方 因為他已經到了我國的 那幾條大河的 上游那個階段了 源頭 你看我們說你是東北人 有人說你是西南人嗎 沒有 有人說你是東南人嗎 也沒有 就寡說我是東北人 西北也有 對 我是西北的 你看這是地域的 約定俗成的很多的表達 19號 剛剛看VCR男嘉賓 是一個攝影師 你平時出去那時候 比如說看到了很漂亮 或者是達到你審美的 就女孩子 你會不會拿一個攝影機 去愛拍一些美好的事物這樣 我平時工作 已經在拿相機了 我出去絕對不會再大的 我出去 但是我看到美的景色 我不會拍女生 我也不會拍男生 可能以往的前女友 會讓我幫她們拍照 那我就拍吧 前女友也會找你拍照 就是在一起的時候 分手之後就不會再上網 我聽成了 分手了以後還是前女友 不不不不 分手沒有聯繫 求生欲很強 選第二個 請男嘉賓在拼多多愛心助農地圖上 為中選區女生挑選愛心展品 來看第二個女生是誰 3號 3號 看下一條 我有三段情感經歷 最難忘的一段是 我在大學的時候 她家境其實還不錯 因為那時候我大學 我沒什麼收入 所以他們那時候 就會跟她講說 蕭恩君連送你 超過500塊錢的禮物都沒有 你為什麼要跟她在一起 她那個時候說我不建議 她對我好就行 那個時候大學一個月 一千收我費 我大概在月初十號的錢 我就會全部花在 我們的約會費用上面 那後面的二十天呢 我的好兄弟可能知道我的狀況 點外賣故意點多一點 到處接泡麵 那個時候 因為生活比較結局 經常會在拼著買 更便宜的拼多多上 給自己買點吃的 時間長了呢 流言蜚語變得越來越多 有一天她突然跟我提分手 她跟我說蕭恩君 你要嘛給我錢 要嘛給我時間 你兩樣都不能給我 我憑什麼跟你在一起 後面呢我又認識一個女孩子 那個時候正好是 我在事業的商生期 她最想跟我講的一句話就是 為什麼我晚上睡覺不見女人 早上醒來之後 女人又不見 時間久了之後呢 她也忍受不了 她就跟我提了分手 我現在想要找的人呢 我希望她能夠理解我的工作 所以我更加偏向於是同行業的 8號 男嘉賓 看你的VCR就是我感覺有些共同點就在 我以前談戀愛 我就是金錢上還有精神上都是我付出 像我有一次異地戀 我給她寫了365個卡片 每一個都是我們的好的回憶啊 她每一天估計看了也很煩 每一天要打開一個卡片 後來一天一天過去了 她還是喜歡上了別的人 所以我其實覺得有時候女生上付出太多 得到的傷痛會更多 但是我覺得 畢竟兩個人在一起還是要付出 就算是我現在再重新找一個 我還會盡我所能地去 盡量去滿足她吧 你不怕你付出太多 那個女生就不再那麼珍惜你了嗎 我覺得無論是交朋友也好 談戀愛也好 真誠待人 他人是否以真誠待我 我不管 8號剛才說的話 黃藍有沒有什麼要說的 在情感關係當中 你過度付出 你其實內心深處有一個強烈的希望 是對方能夠看得見 而給你回饋 如果說在一段感情當中 你只付出你的 你感覺到快樂 沒有太多的期待 其實對對方也沒有太多的壓力 也許兩人能夠相處得更好一些 我同意黃藍剛才說的那個話 你和那個男生之間 具體情況我不瞭解 但是我在想 你們分開 可能是有這樣那樣很多的原因 但是你單方面付出太多 不會是導致你們分手的 那個唯一原因 或者說是最重要的原因 可能在其他方面 也出現了哪些問題 有些時候你付出的是 以你自己認為的方式 對對方好 未見得對方是真的認可的 對 給他們壓力太多 也不一定 因為有的人可能喜歡 像黃老師這句話 我覺得是可以 所有年輕人借見一下 比如說你給一個 坐輪椅的老人 你跟他怎麼相處得好 你給他買最時尚的運動服 最時尚的跑鞋 老人家心裡不生氣才怪的 我都已經這樣了 你給我買跑鞋幹嘛 所以每一個人的需求 都是有差別的 對 而且對方覺得 他沒有被你真正地看到 沒有被你真正地尊重 其實他內心深處是很悲哀的 11號 我想說古人有一句話 叫做投其所好 我不認為這是一個貶義詞 怎麼能夠投其所好呢 是基於你對對方非常地了解 非常地尊重 你知道他需要什麼 這也是我想分享給男嘉賓的 我真的很想抱一下 你真的很心疼 在這裡呢 沒有 開玩笑 也可以不開玩笑 人說話誠信 想說抱就抱 抱抱 抱抱大家 剛才VCR當中提到了第一段戀情 你都過成那樣了 有沒有跟女朋友提到說 你當時的經濟狀況 承擔不了他的消費水準 他都知道 只是因為他是被周圍的人影響 被周圍的人洗腦 對 所以我不怪他 也不怪他旁邊的人 因為每個人價值觀不同 那可能我們有緣無分吧 周圍有這樣 對 會有 有些閨蜜啊 有些人會說這樣 對 就是閨蜜 我發現閨蜜真的好可怕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交往 肯定閨蜜也要同時間一起討好 你做不到 因為你很難劃分 你知道誰對她印象最大 你無法判斷 我的意思是說 跟著她出去 我今天要跟閨蜜 那沒事把她一起叫過來 那這頓我請 至少可以讓她的閨蜜 看到這男朋友不錯 在她面前就是 無微不至地去照顧我現女友 3號 男嘉賓 我感覺我有很多的話 想跟你說到這裡 我覺得肯定是說不完的 這個暗示比較明顯了 那晚上回去慢慢說 因為我覺得無論是生活的 外在的一些方面 或者是精神的一些內在方面 我覺得我們兩個人的相識度 可以像你這個著妝一樣 達到80%以上 然後特別是閨蜜這方面 我覺得你就完全不用擔心 我覺得我的閨蜜只會去 怎麼說呢 這麼說吧 我能嫁出去 她們覺得挺好的 終於有人樣了 你的閨蜜對你的評價 然後呢 因為你和我的性格 還有各方面的精神都差不多 然後我覺得 我們的朋友之間 應該也不會有任何的分歧 謝謝女嘉賓的好玩 謝謝 最後一個問題 5號 關於付出的問題 我就剛聽到兩位老師說 特別有感觸 其實我之前有喜歡過一個 比我大很多 離異過的男生 就是我覺得可能年輕吧 自以為是 我總想用我的方式去感動他 我除了給他 我對他的愛 我什麼都給不了 但是我發現這恰巧 可能不是他想要的 然後在這段關係中 其實感動的是我自己 而不是他 後來我看了一本書 叫《親密關係》 裡面有提到一段話 就說的是 嗯 我們在感情裡面 總是很猶豫很痛苦 該不知道怎麼選擇的時候 我們既不應該去順從別人 也不應該讓別人來聽我的話 而是說在這段關係中 去找到自我的價值 就是你想要什麼 而不是說對方想要什麼 對 我想分享給你 謝謝 謝謝 來 現在留燈的是2號和5號 這兩位女生 有沒有留燈不知道 這兩位肯定跟你走 你可以用他們當中的一個 替換掉台上兩個當中的一個 也可以不壞 想清楚你的決定是壞還是不壞 你要負責任啊 好難抉擇 你跟你的前友還有互動嗎 我開始做自媒體 只是希望他能夠無時無刻地看到我 你做自媒體的原因是這個 港榮爭蛋糕提醒您 非常勿擾 馬上回來 港榮爭蛋糕提醒您 非常勿擾 精彩繼續 你的決定是壞還是不壞 你要負責任啊 好難抉擇 2號換11號 我們先看11號有沒有留燈 有請2號 看大屏幕 兩個女生的三個關鍵詞 3號 1 沒心沒肺兩個位 拆家大王 我所追求你選一個 3 不注重求婚等儀式感 不追求表面的東西 比較想要比較生活化 慢慢過著的 踏踏實實生活 現在只要是個女生呢 我這個人比較追求儀式感 10個禮拜有9個都刮嘴上的 來 注意這個 不注重儀式感的女生 給我們留下了印象啊 周瑩 關鍵的1 我喜歡 2 我超棒 3 我都行 選一個 1 我喜歡 1 喜歡陽光 有幽默感會唱歌的男生 討厭 邋遢 脾氣大 黏人 遇事退縮的男生 來 最後一個問題問兩個 在你們工作 或者是在人生的道路上 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們是怎麼樣自我安慰 我喜歡做甜點 然後喜歡做茶杯蛋糕 我不會對生活特別的消極 任何一件事情對我來說 只要是吃點甜的東西 都會過去 吃點甜的東西 心情就好了 然後甜的一吃多呢 又胖了 胖了心情又不好了 她又去吃甜的東西 我吃不胖 你等著 來 2號 首先遇到挫折 我覺得沒關係 只要是我喜歡的 我一定會堅持下去 來 2位 那個右邊的周瑩 23歲 然後在哈爾濱做那個護士 左邊的葛伊利 28歲的東莞 那個是個日語老師 如果讓我推薦的話 因為男嘉賓說 我並不是很看重外貌 看重的是心和心的交流 如果從這個指標來講的話 我還是想推薦一下 那個左邊的葛伊利 因為葛伊利 他跟你有互動 然後你選他 他有話還要晚上說呢 對 我覺得他是非常樂於跟你溝通的 那那個周瑩呢 就好像不是特別擅長表達 也可能是因為年紀小 現在也想找一 稍微成熟一點 能夠理解你工作的女生的話 我覺得可能左邊的小葛更合適 他符合一個原則 叫女大一 什麼意思 他比你大一歲 然後 鎮宇 女大一抱金雞 哦 他們兩個呢都願意跟你走 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我的兩個原因 一個是地獄 小葛在東莞 就是廣東這個區域活動 所以氣候比較適合你 那一代蟑螂都很多 另外一個就是年齡上面 包括交流的積極性 還有意願上面可能會更強一點 相處的話能處得久一點 我很少同意他們的建議 但是這次同意了 你自己做決定吧 兩個女生你的選擇是 我選3號 開大屏 恭喜你 恭喜男女嘉賓獲得了 由港龍珍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島之類 港龍珍蛋糕 我對你們真的 港龍珍蛋糕好吃不上果 你會做飯嗎 我會啊 我 因為我剛剛在台上 就講到 心動女嘉賓就是 希望會做飯 真的加分 真的很難遇到一個 能夠這麼 情投意合的人 所以那個 那個 那個 電流最上的 你知道嗎 港龍珍蛋糕 我對你是真的 讓我們一起出發吧 我們一起出發吧